好了 鄉親啊 繼續要來講酒班 過年前輸給量比較大 加上今年冬天酒班的三量比較少 所以介紹比過年同期期待用兩年 但是過年後恐怕會很慘 因為有風聲說過年 雖然中國有說要回合臺灣淨口酒班 但是總統代算之後他有還會來禁止 雖然是坐在等 那冰東管政府是來回合說 目前並沒有受到 要再度禁止盡口的消息 去中國了 雖然今年酒班冬天的三量比過年同期 比較少比過年起差不多兩聲 再加上過年要到了 又來市場輸給量甘加選前搬上 漲漲很久到達了 不是說每一台元氣二十元 不過選後水漏中近四十元 十年來臺灣的酒班機價值 10000三年出口量跟出口的價值是最大 10000九年因為疫情影響的素量最多 是說1111年中國有還要驗出 金融又沒他的理由 測聽臺灣的酒瓣魚屬於市場 台灣總共出境這條主席定義 都是定義會受理臺灣酒瓣魚的不關 和出口 目前冬風都沒有受到 又減停的消息 過年時 無分夾吃將會大量的出口 發生在新的一年 賺個好菜